临近清明GIS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一行 29号参观了清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深切悼念遇难同胞 马英九受访时表示 历史绝不可遗忘 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自立自强 才不会被人欺凌任人宰割 上午9时30分许 马英九一行抵达清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来到古城的灾难大型雕塑前 手持鲜花集体肃力 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莫哀 1937年12月13日 清华日军攻占南京后 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 死于惨案人数多达30万 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 最终宣判 进入这座建于清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地 及遇难同胞从葬地的遗址行纪念馆 马英九一行一路神情凝重 面对古城的灾难雕塑 线上花篮集体默哀 平调遇难同胞